你不在自己的房間 我以為是我自己的房間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Trap跑到她的房間 喝醉人都會有自動打仗 到別人的房間 他永遠不吐自己的房間 有一次陳志遠跟林秀琴 到我家喝酒 在客廳喝一喝 打開門他們兩個躺在我床上 然後吐在旁邊 兩夫妻各吐一座小山好嗎 對啊 他們本來想說進去說 陳寗也要一個弟弟 誰知道怎麼吐出來了 可能彼此看對眼了就吐了 剛才搬來台北的時候 我跟兩個女生一起住 然後後面才發現 其實他們兩個在晚上上班 那妳為什麼要笑 怎麼跟兩個女生一起住啊 對啊 那時候是跟我親女朋友從台中 就是一起搬上來台北 因為他們兩個是在晚上上班 他們常常半夜回家也是喝酒 然後就可能是 因為喝醉的時候會兩個互相鬧脾氣 會吵架 然後這個已經持續大概兩個禮拜 然後那時候我的室友 因為我不好意思講嘛 可是因為我的那個女朋友是台灣人 所以他就是有一天就說不了 就起床然後就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安靜一點 那因為他們就是喝醉的時候就酒瓶不好嘛 就開始跟他吵架 然後就開始罵他就說 你又不是住在這邊啊 你憑什麼講這些啊 你趕快滾啊之類的 那我就出來幫他講話 然後就因為這件事情大概 半夜大概四點早上就吵起來了 差點被那個就是鄰居報警 那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說 反正你們已經吵了三個禮拜 我也要搬走啊 然後他們就說趕快搬啊 然後我說好啊 我的房租是倒月底嘛 我就是那時候就搬走 可是還要過一個禮拜就很痛苦 那時候就有一個早上 我就起來 然後吃完 吃完早餐 我就是有一種不好的浴缸嘛 然後進去廁所之後就要刷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就是看著那個牙刷 那個牙刷上面是有 打扁 他刷嗎 完全像會這樣子 沒有 他們是故意把那個東西放在上面 我跟我女朋友的都放在一起都有 有 好過分喔 瞎吧 算後來你有耍嗎 那他沒有吧 沒有啊 大家現在會不會帥 我自己人要輸口水 我帥得很開心 是 我也找到一個好事有很重要 真的太重要了 而且有緣才住在一起 應該要互相照顧嘛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8分之1 下次見 Bye Bye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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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